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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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概括他 1923年 孙中山先生提持了一副对子给讲 叫做养天地正气 罚古今完人 1937年的7月17号抗战 卢桧市面十七天之后 讲在卢山发表著名的抗战演讲 那个主席他两边悬挂了 就是这副对子 实际上这也是讲毕生的一个作用名 他毕生为之奋斗 他也许没有达到这种 养天地正气 罚古今完人的这种境界 让他的全部的成就和失利 他的光辉和暗淡 都存在于这种悲壮的 悲剧式的这种奋斗当中 我认为也是评价 讲一生功过的 最根本的人性和历史的标准 好 陈伯宫先生 蒋介石 我觉得可以这样来总结 乱世枭雄 自事能成 外揉内握 外刚内揉 或者说刚揉相继 还有就是能生能驱 处变不惊 临危不惧 那么乱世枭雄 是因为当时中国是个乱世 乱世出英雄 蒋介石挺身而出 或者说脱颖而出 是一个大英雄 毫无疑问 他这个击败各地军阀 统一了中国 另外他是个自事能成 不管是南京十年 还是台湾后来的这个几十年 那么都看出他对民生的保障 对经济建设的这种常才 另外他这个刚揉相继 他能刚能柔 就是说他也可以外刚能柔 比如对这个 对有钢铁般的意志 但是另外他对同志 对这个对部下 对家人都是有情有义 另外他是这个能生能驱 他既可以做小人 也可以做大人物 他既可以这个管辖海峡两岸 他也可以退居台湾 这个安然无恙 另外他这个就是说 处变不乱 临危不惧 这个在世界上有很多的 所谓胜利大逃亡 但蒋介石是胜利大撤退 就是说他虽然败了 但是他的撤退是非常有序的 保护了比如说保护了文化 保护了文人 这些都是蒋介石非常难得的一些 人格魅力 高文青先生您的看法 我觉得蒋介石呢 是中国近代史上的 生不逢时的悲剧人物 他有两大历史功绩 和一个历史过世 那么两大功绩呢 第一他领导全国抗战 使得中国呢 赢得了自亚美战争以后 第一次反侵略战争的完胜 因此呢 蒋介石呢 是当之无愧的民族英雄 第二点呢 就是蒋介石反共的骨头罪硬 他是反共 扛反共大旗的人 退守台湾以后的话呢 这个守住了台湾 那么免遭这个共产主义狂潮的 这个荼毒 另外保存了中华这个传统文化的血脉 那么最终呢 由蒋经国呢 完成了宪政转型 那么成为今天的民主的台湾 蒋介石我认为他最大的过失 就是大陆失守 使得的话呢 整个中国呢 沦为乌多邦狂想的试验场 一害至今 虽然这其中的原因是复杂的 和多方面的 但是蒋介石作为 中国国民党 执政的中国国民党最高领导人 应负主要责任 好 说到这个反共 我想问问高文庆先生 我们知道蒋介石早年曾经 受到这个苏俄共产哲学的影响 但是后来呢 他又成为一个坚定的反共的人 那么他什么时候发生这种转变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请你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吗 蒋介石呢 起初呢 并不是国民党右派 是中派 他的思想转变呢 是在1923年秋天访苏之后 当时呢 正是这个国共合作 这个大革命的前夕 那么国共合作呢 是共产国际呢 和苏俄呢 推动的 他们之所以这样子做呢 实际上呢 他们是为了 他们自私的利益 突破西方这个 这个封锁 那么推动这个东进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这个在某种意义上 可以说呢 国民党和共产党呢 是这个共产国际下的两个蛋 他们这两个从组织结构上的 都非常一样 但是的话呢 基本的理念并不相同 因此国共合作的 这个 这个 就分裂 国共两党分道扬镳 是必然的 那么促使蒋介石 思想发生变化的呢 在仿苏期间呢 有两件事 第一件事呢 是当时呢 苏俄外长呢 这个加拉罕呢 刚刚宣布 这个对华废除 这不平等条约 然后蒋介石就跟这个 这个苏方谈判上 就提出来说 外蒙问题 苏方马上就不认账了 第二件事呢 是蒋介石呢 在这个共产国际上呢 这个赞扬孙中山 和他的三民主义 结果呢 遭到苏方的 这个奚落 嘲笑 这使得蒋介石感受到 是一种莫大的这个羞辱 因为蒋介石是孙中山的 这个忠实的信徒 好的 那么蒋介石回国以后的话呢 他给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廖仲凯呢 写了一封长信 说苏俄 是是凯撒式的帝国主义 说苏俄的意图 在于扶植中共的正统 应该说这一点 看着是非常准的 好的 那么我们再从蒋介石的 这个生平成就 来谈一下 王康先生 我们知道蒋介石 一个最大的成就之一 就是北伐战争 统一中国 那么他当时 中华民国成立以后 北伐割据 那么他只用了两年时间 率兵北上 统一了中国 取得这种成功 你觉得蒋介石 凭借的是什么 孙中山从1917年 到1924年 三次北伐 军召失败 蒋介石 蒋介石 作为孙的 最器重的这个继承人 他深知 这个北伐 对于维护中华民国的法统 统一中国极其重要 所以他在 出任黄埔军校校长之后 很快就历经图止 然后在1926年的6月5号 中国国民党 中央秩序委员会 发布 国民革命军北伐宣言 明确提出来 北伐不仅要推翻军阀 而且要推翻那以生存的帝国主义统治 让中国摆脱次殖民地的地位 然后建立一个自由的共和 这个北伐是接触了16年的军阀割据混战的局面 蒋纳先后打败了两年时间 打败了吴佩福 曾传邦和张栋林三大军阀集团 功劳太大了 根本的原因我觉得有几点 第一就是他借助了东征的成功统一的广东 然后这个支持 第二他也借助了国共合作的那种局面 第三最重要的是 他把南方的军队 比如滇军 乡军 敏军 这些军队协调和统帅起来 把那个表现到座位的统帅这种东西 这种才能 但是北伐带来了 就是因为北伐期间 中共在江西和湖南也在搞农民暴动 又在上海进行武装叛变 这样造成了国共的第一次的合作的破灭 也造成了国民党内部的分裂 就会铃汉分流 同时也引起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国民党 统一中国的警惕 埋下了将来日本侵华的一个根源 就是后话了 好 我们知道统一中国以后 对不起 我想补充一下 请你等一下我的问题好吗 我觉得统一中国之后 作为中华民国的统帅 蒋介石的治国方略又是什么 因为这段历史 往往被中国大陆所忽略 尤其是他的 让外必先安内这个政策 是备受大陆的批评 那么你如何评价呢 我先补充一下 刚才说为什么北伐 蒋介石取得那么大的成功 短短两年统一中国 两点 一个是军事长才 再一个是政治上的纵横背后 就是文攻武略 蒋介石毕业于日本整武学校 学了两年 他在日本学到了军事药水 可以说他这个 而且学到了日本的从年治军 言语自律的这种军人作风 说他这个北伐的时候 首先是战场上的奇迹 奇迹 他打升船放也好 打无赔赋也好 那都是几乎是连战连结 所以创造了很多优秀的战力 就无疑疑说了 另外呢 就他 但是整个中国怎么统一下来 实际上他是一半是打下来的 另一半是靠这个中恒背后 这个文攻下的 他身之孙之兵法 攻心至上 攻城之下 心战为上 兵战为下 不战而屈人之兵 上上之策 说他是跟东北 跟张学良结拜兄弟 跟这个中间 像延锡山 韩富渠这些 这个和解 跟南边的像百冲席 西边的盛世财 这些都 以一种和平的解决方式 让他们服从中央政府 最后达成了统一 说他是用文攻武制 这种方式达成统一 这个可以说是 积累了中国 这个一个古人的智慧 还有积累了 就是说 现代军事的一个长才 一个奇迹 那么说在两年之内 这种成绩是非凡的 另外就是刚才就 蒋介石统一中国 建国之后 他的治国方略是什么 他对内是这个 出境建设 保障民生 那么这个创造了 就是南京十年 就是辉煌 就是黄京十年 经济增长 都是7% 8%以上 在当时在欧美国家 这个经济低迷的情况下 创造了一枝独秀的奇迹 另外呢 他这个在这个 对外呢 就是抵御外武 他当时这个 提出一个 攘外必先安内 这个国策 实际上是非常精明的 他知道跟日本比 当时中国弱 日本强 中国需要急需实力 需要搞建设 培植军力 最后可能跟日本决战 但是呢 他的部下 像张学良 这些糊涂虫 说缺这个鼓吹 要射到共产兰的蛊惑 什么意志相歪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又是什么这个 这个要这个团结抗设 最后发动西安事变 成为转折点 说功败垂成 我能补充一点吗 好 请讲 那个 我先补充一下 王康先生回答那个问题 我觉得 这个北伐能够 那么顺利的 能够两年就打下来 北洋军阀 兵败如山倒 我觉得呢 除了刚才提的原因之外呢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说呢 这个国民党这个军队呢 是一个新式军队 这跟当时那个中国旧军阀的军队性质是不一样的 他们懂 他们知道的话呢 为主义而战 这是我补充的第一点 再一个 我补充的话呢 这个破空刚才提到这个 这个 壤外闭乡 安内这个问题呢 我刚才我说了 蒋介石呢 生不逢时 他面临着内忧外患 外患呢 是日本和苏俄 两个强林 虎视眈眈 内患呢 就是共产党闹革命 成立国中之国 所谓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这名字都跟苏联的这个名字都是一样的 我就补充这两点 好 那么我们再提到抗战 从北反 我们知道抗战呢 可以说是 蒋介石政治生涯的高峰 他领导全国人民进行八年抗战 艰苦作业 最后取得胜利 那么你怎么评价蒋介石在抗日中发挥的作用 和它的历史地位 中国的抗战到现在为止 它的实际上是评价意志偏低 严重地扭曲了 那么蒋介石的历史功劳和地位 也是被大大的打了折扣 我说有几点 第一就是蒋介石 中国人当中最早意识到 中日全民战争不可避免的最高领导人 而且为此做了很多的安排 包括刚才两位提到的 所谓人外必先安慰 他还有一句叫统一方人欲武 1934年蒋介石发表一个重要的一篇文章 叫中央和地方权者的划斟 第一次提出了 壤外必先和类 就是用和平的手段 解决国内的这种权力问题 然后他在追缴红军的时候 借追缴红军为名 统一西南西北的军令和政令 建立了巩固的抗大火防 第二就是我曾经提到过了 将正确地采纳了蒋白礼的国防论的那些思想 和法肯豪生的军事顾问的这个战略思想 正确地制定了中国对这做的总方针 总方针简单说就是避免日本人 重走蒙古征服中国的由北向南的这个道路 改为由东向西 这样依靠中国的战略众生地位 实行东西众向攻防 然后坚持以空间换时间 所谓的就是持久抗战 苦称代变的总的方针 这个方针肯定是正确的 第三就是蒋介石在抗战八战里面 非常的成功地运用了中国的 纵横百合远交进攻的 这么一个古代的这个外交思想 然后他在这个里面和美英 以西方国家建立了同盟作战的关系 而且他和他的富人中美林一块 十三年十月份远赴开罗 签署开罗协议 一直到四五年 就中国成为联合国的始创国之一 在外交上面中国的贡献特别巨大 我举一个例子 1939年2月9号 这个海南岛被日本战立 两件事马上意识到 日本的南京不可独止 所谓南京就是日本肯定要攻打 英美在太平洋的军事基地 然后他就提出来建立一个 东方联合作战的方案 派出了什么郭太熙驻云大使 驻美大使 胡适 驻苏大使 顿科 驻法大使 这个等等 那个护卫军 向欧美国家宣讲的东西 某种意义上面 日本和美国交战 是中国外交的杰重 你看看贝尔 国务卿的那个贝尔的备忘录 赤尔的备忘录 美国对日本宣传 最主要的原因是 要日本撤出中国 日本而且赔偿 侵略中国的利息损失 这是蒋介石为首的 中国民国战事外交的巨大的成功 根本的一点 还有我强调一点 就是中国在抗战生命 不仅是中国的抗 卫国战争 而且它阻止了一个巨大的祸害 日本如果侵略中国 如果中国投降妥协狗安 那么中日之间的这种军事力量 这种人口的规模加起来 会建立一个巨大的 前所未有的黄种人 罗马帝国 那是人类巨大的一个祸害 西方人不懂这一点 到现在为止都不明白 好 破空 请你简短的评论一下 这个抗战八年了 就是我讲一点 除了这个蒋介石和国军的 这种浴血抵抗 平时抵抗以外 最重要的是蒋介石 他这种纵横背后的 大战略家的特长得到了发挥 因为我们看到 日本是完全可以忘掉中华的 因为蒙古人忘掉过中华 满清人忘掉过中华 当时日本人观察中国的时候 发现就说延山一战 就是当时蒙古灭南宋之后 中华就不存在了 就延山之后无中华 是日本历史学家的结论 那么日本也想到 日本崛起了 日本看到蒙古人可以入祖中原 满清人可以入祖中原 那么日本也可以入祖中原 所以日本人觉得 他完全可以辞掉整个大中国 当时他也确实辞了下去 但是我们看到 为蒙古人灭掉中国一点 就是中国人独自抵抗 没有国际联盟 那满清人灭掉中国人 中国人也没有国际联盟 但到蒋介石时代 如果单兵作战的话 我想日本人完全可以灭掉中国 不管是国民党 共产党就不用提了 都抵抗不住 但是蒋介石站队了队 在国际上选边站 站到了英美一边 站到了民主阵线 站到了世界的历史正确的一边 以英美这个联盟为背景 对抗像日本德国这样的 法西斯轴心 所以最后实际上 真正打败日本的 当然是美国 是决定性的 是美国的力量 在太平洋打败的 那么蒋介石的殊死抵抗 那么拖延了时间 以空间换时间 也起了一个非常大的 巨大的作用 这内外的夹击 说是日本失败 所以这个功劳 是非常巨大的 跟当时的国际条件 和蒋介石巧妙的 对有这种国际条件 是密不可分的 那请高分基先生分析 我们知道八年抗战 可以说从根本上改变了 中国的国际地位 那么其中蒋介石 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请您也是简短的 跟我们分析一下 就八年抗战 这个中国人的话 扬眉吐气 那么蒋介石 是一个中国的代表和象征 那么标志 就是他参加开罗会议 与美国的罗斯福 和英国的休吉尔 坐在一起 共商反攻 反日反攻大计 那么战后的话 中国又成为联合国的创始国 成为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 继身世界五强 那么中国终于 以奠定了自己中国的大国地位 那么洗刷了百年的耻辱 这一切都是在蒋介石领导下 连毛泽东也不得不承认 还在蒋委员长领导下 那么这一点呢 恰恰是现在中国官方 所刻意回避的 叫老百姓呢 只知道毛泽东在1949年 宣布说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其实中国在二战中 在二战后 已经站立起来了 那么我还想再补充一点呢 就是说 应该再提一下呢 宋美龄的作用 那么宋美龄呢 在这个中国打开外交局面上呢 起了非常大的那个作用 他这个42年到43年的访问美国 七个月代表蒋介石和国民政府 那么宣传中国的抗战 那么争取外援 开展外交活动 那么在美国呢 整个掀起了一场宋美龄的旋风 那么相比之下 共产党的这些领导人 这夫人的话呢 那确实就是相心见硕了 毛的夫人江青就不用说了 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呢 从气质和能力上 也比宋美龄差一截 那么现在的这个 一唱红歌起家的这个彭丽媛呢 就更不用说了 我补充两句 对不起 我们这个讨论一定要往前推进 否则我们很多问题讨论不到 那么我想问一下 就是抗战结束以后 马上这个国共之间 基本上马上就爆发内战 那么当时国民政府和蒋介石 携这个抗战胜利的成果 短短三年之间就败给共产党 这种惊人的这个历史的逆转 王光美你怎么看 你觉得蒋介石是不是要负主要的责任 原因是什么 刚才高文先生又提到蒋 他失去了中国 让了毛贡 窃去了中国的江山 这是根本的 我觉得具体分析有两点 第一就是抗战胜利之后 蒋对国际局势 有一个重大的误读 他没有深刻的了解 斯大林对东方的野心 斯大林战后一定要扶持中共 拿下中国最高政权 然后在战后和英美国家进行第三次世界大战 后来演变成冷战 所以他派出了王世杰 蒋经国和这个宋子文到莫斯科去 和斯大林签署中枢约号通募条约 希望苏联能够在战后 所谓的根据亚尔塔协议出兵中国东北之后 三个礼拜之后 根据这个协议撤出东北 把东北的土地人民资源 关东军的所有的武器装备 交换给中华民国 意思就是不要支持中国共产党挑起内战 夺取中国的国家政权 但是这一点他完全错了 我觉得蒋当时根本不应该和苏联 这个余谱谋皮 应该发动动员全中国人民 那个反对亚尔塔秘密协定 反对苏联红军对中国的入侵 第二就是重庆南半 他战后8月14号 就三次邀请毛泽东访问重庆 访问重庆43天当中 讲在日记里面说得很清楚 这个人是非常顽劣的人物 将来会苦人对 既然如此 蒋居然把他放股归山 如果是毛泽东的话 那绝对不会的 讲这个时候表现了他的一种 所谓的君子 重燃落的这种君子 这种德性 但是他确实是 他就更大的意义上面 他丢失了中国 如果他们毛扣崖下来 哪怕就得罪了所谓的苏联美国 实际上美国当时杜鲁门 马西尔的集团 根本就是采取一种 所谓的中立政策 有利于中共的政策 斯大林本来叫王华 所以讲到这个上面 就是抗战胜利之后 到内战期间 那几个月里面 犯下了巨大的一个 历史性的悲剧性的错误 一直到现在 中国还未是蒙受苦难 好 破空 首先补充刚刚文千讲的 有两点 一个蒋介石在1943年 废除了全部的不平等条约 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 另外蒋介石收回了 除香港澳门之外的 所有的租界 包括上海的汉口的 和青岛的等等租界 这也是近代历史上的 一个非凡的举动 那么谈到 为什么国共八年抗战之后 蒋介石以胜利的姿态 突然在三年之间 惊人的惨败 我觉得有两个原因 一个客观上来讲 我原来讲过 蒋介石国民政府 是被日本人 共产党人和苏联人 联手打败的 因为日军战力军 重创了国军 那么国军从八百万 压缩了只有四百万 八年抗战之后 而这个四百万的国军 他却要守国防 守港口守桥梁 战线拉得非常长 但是共产党 却利用八年抗战 精锐从三万人 发射了两百多万人 集中在延安西北一带 然后养金虚堆 什么兴师大准军 什么的 下山摘桃子 那么后来又利用苏联 在东北取得立足之地 名标带十万红军进入苏联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 战略上来讲 毛泽东说的战略上是以少打多 战术上以多打少 东北战场后来决战的时候 共产党的兵力是三比一打国民党 国民党48万人 共产党150万人 所以这个时候客观上 另外主观上 蒋介石犯了一个关键的错误 就是东北战事 那么当时 蒋介石有个将军叫孙立仁 是从美国毕业的这么一个将军 非常有才干 他这个带领新义军跟林彪作战 是节节取胜 把林彪这个驱出四平 打退这个长春 而且一直感到一个中苏边界 眼看就要全歼 这个林彪去残部 如果孙立仁内战全歼 共产党根本就起不来 但就在这个时候 这个共产党 毛泽东 周恩来通过这个马歇尔 这个调节美国政府 要求什么国共合作 强调在给美国 给蒋介石施压 这个不要再进行战争 这个蒋介石就突然下令 在这个时候心软了 就跟项羽一样 最富人之人 下令孙立仁停止追击 结果孙立仁停止追击之后 林彪就取得了喘息之息 而且这个还有一个关键 是1947年 蒋介石还把孙立仁解职 因为孙立仁不是黄埔系 那么下面有毛了 孙立仁跟那个都于民不合 孙立仁没有执行 结果呢 这个蒋介石听信残言 把孙立仁呢 就是民生暗调 成为陆军副司令长官 调到台湾凤山去训练新军 结果延安破例庆祝 延安庆祝孙立仁升迁 林彪的部队也庆祝孙立仁 这是唯一能够打败共产党的 结果这个事情是蒋介石的 但是我们知道大陆对于 我能够说一点吗 请讲 请快一些好吗 我们时间很短 那个失明心者 失天下呢 这是历史的铁律 我觉得的话呢 蒋介石失守大陆 最重要的原因呢 就是失去了民心 当然了 其中就有政治上的原因 军事上的原因 思想文化上的原因 还有国际因素 这些都不展开 那么那么话呢 实际上最起决定的作用呢 是军事上失败 而军事失败的背后是人心 人心之所以 国民党失去人心 就在于他腐败 蒋介石本人并不贪 但是他无法遏制 国民党内的 这个腐败的这种势头 特别是当蒋经国 在上海打捕失败以后 使得老百姓彻底 丧失信心 那么最终的话呢 弄得众叛亲离 兵败如山倒 我们知道蒋介石 在退守台湾之后呢 长期以戒严的手段 统治台湾 对台湾人造成不满 而且还制造 比如说二二八事件等 给台湾人留下 很重的这个创伤 但是后来台湾走上 民主道路 和蒋介石有没有什么关系 那么就是蒋介石的理念 或者是他的信仰 对后来台湾走上 民主化道路 有没有电力一定的基础 那么王康先生 您的看法 讲在台湾之后 十年生剧 十年教训 痛定死痛 那么他采取了几个措施 第一次建立革命实践研究院 就是反省这个失败的教训 然后改到国民党 第二 就是实行地方选举 台湾的台南 台中台北的市长 全是国民党之外的人 最重要的是 他参考了麦克阿瑟的 就是日本的土地持有法的经验 然后呢 根据孙中山先生的 跟着有其前的思想 实行这种 建立了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 就是把富裕的农民 的土地 通过政府的赎买 然后给他们的政府的 债券和股票 这样一大帮的农户和农民 后来成为了工商业者 然后建立了台湾起飞的 这个基础 这个应该强调的是 这是古今中外历史上 从来没有的一次 不流血的 非暴力的 也是成功的土地变革 这个对后来的 整个的台湾实现的 宪政过程 我觉得是根本的基础 它根本一点就是 实行阶级合作 绝不搞暴力的农村革命 好 破空 我觉得蒋介石在中国大陆和台湾 这两个角色应该切割来看 那么蒋介石在台湾 我们知道 这个是评价是先高后低 在中国大陆是先低后高 所以在台湾的评价先高后低 是因为最早来有 这个国民党政府的造成运动 把蒋介石塑造成伟大的领袖 到处童像建这个建管 什么的 这个给台湾造成个压顶之势 说这个后来 那么后来这个蒋介石评价走低 那是因为台湾实际上的民主化 本土化 那么本地人 这个因为过去受到 这个国民党的压制 尤其是228这种伤口 那么这种撕裂 对这种痛苦的记忆 那么就迁入于蒋介石 那么在台湾本地人的心目中 蒋介石是一个独裁者 这一点可以说 对作为一个台湾本土人 这是可以理解的 那么所以说 蒋介石的评价 由于随着民主化来走下神坛 那么在中国大陆还看往相反 先低后高 先是被政府骂为什么千夫所持 多富民者 后来又走上去 好 高文青 你怎么评论蒋介石 为后面台湾的民主化 所奠定的一些基础 我觉得的话 这个蒋介石 失去中国大陆 那是追心之痛 他痛定思痛以后 王康刚才讲到 他的话采取了 从政治经济 经济上就是说土改 这一点他认为 实际上毛和蒋 争夺中国大陆 实际上就忽视了农民的作用 那么蒋介石 到了台湾之后 进行土改之后 然后的话 农所实行孙中山的 耕者有齐田 在此基础上 又发展这个经济 以农来养工 最后他发展的话 外形经济 这一路下来的话 就为台湾60年的经济起飞 奠定了一个基础 这一点的话 那么最后台湾 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 同时中产经济也壮大起来 那么蒋经国又顺应实施 最后把台湾完成宪政转型 好 有关蒋介石的历史功过 我们这部分就讨论到这 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 在历史的长河中 蒋介石和毛泽东 各自的地位如何 请您不要离开 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 而能够因此 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 我觉得这值得不唯一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 不是日本 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知识 让大家知道 中国政府一直 我觉得没有去中 最坏的估计 目前看来 最多是擦墙走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欢迎回到 10月31号的焦点对话 我是宁心 中国20世纪的历史 可以说就是 国共两党禁逐的历史 也是蒋介石与毛泽东 农争虎斗 个人对决的历史 这两个人 一个锋芒毕露 指点江山 一个谨言慎行 刻苦自律 一个终身 与天斗 与人斗 最后在权力的顶峰 孤独终老 一个驰骋沙场 历经战乱挫折 最后大彻大悟 违归悲眠 在历史的长河中 蒋介石和毛泽东 各自为中国 留下了什么样的遗产 他们的成败功过 对中国今天的执政者 有何启示 我们这下来请嘉宾讨论一下 那么首先 请陈伯公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就是蒋介石和毛泽东 他们的政治理念 最根本的对立的地方在哪里 这种截然不同的政治理念 给中国的命运 带来了什么不同的影响 蒋介石有三民主义 毛泽东有共产主义 那么蒋介石奉行的三民主义 民族 民权 民生 他是认真的 那么民族 就是讲这个民族主义 或者说爱国主义 民权 他这个是 实行了军政 训政三部局 他1928年 一统一中国 就进入训政 那么前面是军政 到了1946年 颁布宪法 实行宪政 到台湾叫建年 中断宪政 到蒋经国 达成宪政 实际上就是说 基本上是说话算数的 那么这个 民生 他是一直保障民生 主张建设 蒋介石的革命 是为了建设 那么相反的 毛泽东的革命 是为了破坏 而毛泽东 所谓的共产主义也好 社会主义也好 新民族主义也好 没有一个是兑现的 实际上 真正的共产主义 只在中南海实现了 就是过取所需 而社会主义 对这个 先把农民分了土地 把农民收上来 最后现在变成了 共产党的私材 所以社会主义也不存在 至于新民族主义 根本就是扯谈 就是谈了一阵民主 然后说骂蒋介石独裁 然后上去说 我比秦始皇还独裁 也就是说 比蒋介石 拿不知独裁多少倍 所以这两个人 在政治信念上 形成根本不同 蒋介石 他确实有他的信念和理想 而最终在台湾达成 看到了他的影子 那么毛泽东 是没有什么政治信念 没有什么主义 他就是为了夺权 他一生就是为了权欲 就是一个权力狂 所以他以夺权为能势 我心中完全没有国家和民族 王康先生 你怎么看 他们政治上的对立 蒋介石参与和领导的是 国民革命 是中华民族的 它这个自然生命的 一种现代社会的 面临各种危机和挑战的 一个极自然的过程 那个毛泽东 是共产革命 那不是外来的 是马克思的理论 是苏联的 面临四大零那套做法 这两者之间 确定了这两位 他们的根本的这种差异 和他们的政治遗产的 对中国的影响不一样 那么讲的这个国民革命 当时记住 孙中山先生的这个遗产 这个东西 它深深地执根于 中国的历史文化土壤 你比如他早就说了 我们遵循的是 姚舜宇堂 文武周公孔子 陈珠路王 岳飞 文天祥十科法的 就中华民族的 人人自私的 这个解决中国问题的大道 而毛泽东说 他的老祖宗是马克思 死在马克思那去报道 现在想起来 有点很可笑 但是确实是 中国共产党的 一个极大的一种 一开始的就是错误 常常中国五千年历史 中国一亿造中国人民 怎么能够拿 一个德国哲学家 一个俄国人的 他们的思想 作为中国的指导师 参与这套革命 现在看得很清楚 这个国民革命 它完全是瞬间因人 不仅合乎中国的历史传统 而且它适合世界的 这个基本的潮流 刚才破口讲了 这个三民主义 民主民权民生这一套 而毛的这个政治遗产 随着苏联的整个的亡党亡国 所谓共产主义这种实验的 全世界的土崩瓦解 现在看来已经到此为止了 现在连中国人 让自己都要搞改革开放 现在习近平还得要 回到传统 说的传统请教 一再的 历史一再的证明 就是蒋和毛之间的 这种较量 随是随非 前景怎样 好 作为政治家 蒋介石和毛泽东 这个政治品德和人格如何 也是大家一个 比较争论 比较多的一个焦点 那么请高文先生 跟我们分享 你觉得他们两个人 在这方面的主要差异是什么 从政治品格上的话 这个可以说 两个人 我先从这个 我先回应一下 刚才那个问题 是跟这个问题 也有关系的 那么蒋介石 他的理念 实际上他是继承了 孙明山两大遗产 第一 三民主义 这跟普世价值是相通的 第二 党国 那么这个东西 现在又被蒋经国 把它给还政愚民了 那么的话 这个就是台湾之所以 今天是能够成为民主的台湾 蒋介石的政治遗产 就在于此 那么毛泽东的话 他是信奉无产阶级暴力革命 和乌托邦学说 他已接于斗争治国 这个本质上 是反人性 反文明 反传统的 所以这两者的话 大陆的话 台湾已经成为民主的一个台湾 大陆至今还在 共产主义的泥潭下 里面打滚 不能自拔 那么回应到 刚才说到 两个人的 这个人格 这个品德如何呢 那么我想 中国可以说 是一个 在国共两党竞争中的话 毛泽东的话 是比蒋介石 更加没有底线 更加流氓的这么一个人 因此的话 他可以不受拘束 而蒋介石呢 他是 他读经 他要注重的话呢 个人的修养 他来到 通过这个的修身 这个 修其置评呢 来这个 来这个 考虑个人的修养 和治理国家之间的 这么一个关系 因此的话呢 蒋介石受到很多的约束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为人呢 他是比较拘束的 而这个毛泽东呢 是大开大合 天马行空 他不归根基 他是没底线 好的 没有道德的底线 听听破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他们两个人的政治品德的比较 如果从后黑学的角度来讲 就是说 蒋介石啊 只是初级黑初级后 那么毛泽东是高级黑高级后 那是后黑学的超级大师 是及古今中外后黑学之大成者 上无出其用 那毛泽东刚才文谦讲的一个无底线 他没有道德底线 没有行为底线 没有人性的底线 就他跟蒋介石比较 他可以说是无情无义 他不仅是对敌人残狠 他对自己的同志也非常的凶残 对自己的家人也非常的冷酷 那么蒋介石呢 还有很多的拘泥 蒋介石虽然说 有人说他独裁 有人说他这个后黑 但蒋介石呢 还有讲人意廉耻 还讲这个人意 这个叫人意理智性 但是毛泽东讲的是什么 六亲不认 讲的是背信其义 他对这个同志背信其义 对国民党背信其义 对苏联也背信其义 所以这两个人就形成了完全上 人格上的一个差异 就蒋介石继承了中国传统化中 一些优秀的品质 在他身上还看得见 那么毛泽东继承了中国传统化中 最恶劣的部分 比较暴政与暴民 暴民政治和暴政 在毛泽东最大的发挥 为什么毛泽东那套 引起了呼吁呢 因为中国人血液中 也有暴民 暴政那种痛快 我看到很多就是 见过毛蒋的这个外国政要 他们的比较都是说 毛比较大气 比较幽默 那么蒋介石比较拘谨 但是可能是富藏乾坤的那种人 你觉得他们这种个性差异 对他们后面这个崇拜 有些什么样的影响 王康先生 毛在他的诗里面说 小小环球 他也曾经说过 中国人不怕世界大战 哪怕死到三亿人也可以 这不叫大气 这叫奸狂 毛也在诗诗里面 居然写了不须放屁 这也不叫幽默 这叫下流 毛不是一个永远大气的人 毛是一个医生当中都在处一种非常阴暗的心理 他靠权谋而得逞的这么一个人物 他在重庆谈判的时候 第一天又在重庆谈判的时候 当众把一个带碗茶的茶盖打在地上 打得粉碎 大家都觉得很惊讶 他浑身紧张 他在重庆的时候 那个柳亚 那个云寿石一个画家给他画画 我采访过云寿石 他非常紧张 他一颜一直一颜抽 然后皱了眉头 另外他在9月3号45年军政礼堂 就是新竹中国看了胜利时候 600多位嘉宾奇迹一场 毛那个时候深感到讲是不可战胜的 他忽然高呼 讲武艳当万岁 谁都知道 这个时候不能说毛大戏吧 马尔罗是法国的文化部长 他曾经跟毛见过面 他说毛经常谈那些故众玄区 谈那些德学问题 就像天边的沐哈摩德的坟墓一样 完全不着边际 毛实际上是一个人心很空洞的人 粗通文末 懂一些什么诗词 什么书法之类的人物 我完全不同意说 他就是一个非常大气和幽默的人 那就看情况 这什么时候 毛经常在谈笑当中露出杀气 经常在他的那种 所谓的灰蟹里面 藏着那种权谋 我们千万不要认为 毛就是真是一个幽默和大气的人物 讲了 讲是确实很严谨 有时候显得刻板 这是反映了讲的内心的一种庄严 一种重大的历史使命感 讲他的名字叫大宗自政 大宗自政奇界如是 讲是一个方正君子 讲是一个万世的英豪 刚才我强谈一下 我跟刚才两位不大一样 讲不是仅仅懂人质理质性这些东西 也不仅仅是一般的 讲是中国历史上 起今为止 我认为某种意义上 甚至超过孙中山 他处在中国艰难的时代 将领导中国没有王国 刚才都败于毛的中国 那是另外一个 那是国际原因 绝不简单 是因为他失掉人心 国内上现在如此的腐败 也没垮掉 好 刚才大家讲到 王康先生又是讲到 蒋毛这个个性的对比 我想谈谈他们俩最后 人生的归宿的不同 那么高文先生 你觉得就是在私人生活 和个人修养方面 蒋和毛的不同 和他们最后的精神归宿 有什么样的关系 请你跟我们分析一下 蒋介石 而且蒋介石 毛这些领袖人物 可以说家庭婚姻生活 是观察这些领袖人物的 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可以看上他们人性化的 这一面 我觉得对家庭生活上 蒋介石和宋美龄结婚 这是对蒋介石影响非常大 那么两个人 也许开始联姻的时候 或许有某些政治因素 那么比如说中美联姻 有人就是把中美联姻 这四个字 怎么那么这样说 但是的话 实际上 宋美龄对蒋介石的影响非常大 可以说整个改变了蒋介石这个人 跟宋美龄结婚之后 蒋介石的话 皈依基督信仰 而且从一届五夫变得儒雅了 从容了 而且两个人的话 可以说是抗力情深的 携手 一辈子携手走过来 那么网上有很多照片 那么蒋介石晚年的时候 给宋美龄炒饭 蒋介石跟孙儿的话 下棋 整个的照片那个样子 其乐融融的样子的话 那一眼就看出来了 所以可以说 蒋送联姻 他们或许不是以爱情使 却是以爱情中的 那么再一点 就是讲到谁 讲到可以说 我就顺便再说一下 毛蒋的 毛的为人 那么他跟江青 他的合法夫妻 江青在晚年的时候 都不能够见他 只能通过张玉凤 毛的儿女 也不能够轻易见毛 所以毛的晚年的 可以说是寂寞 孤独 可以说是在一种恐惧中度过 因为他晚上经常 在噩梦中惊醒 所有这些东西 蒋和毛的比较 这个就可以看出来 再有一点 我想顺便说一下 毛蒋两个的后人 那么像毛新宇 这是毛唯一的一个孙子 但是他当得知这个消遇之后 连见一面都没有见一面 只是说世上又多了一张吃饭的嘴 那么毛新宇 实际上也真不给毛的话争气 你就可以看出来的话 咱们不讲相貌 他平时他这个做派 他平时歪戴个帽子 像个匪兵椅 整个一个现世国宝 而且经常还发表这个雷人之语 说我爷爷发动文化大革命 就是为了消灭四人帮和林彪 那么蒋又博这个情况 我就不再讲 待会我们还有时间再讲 但是我想听听 再听听破空的意见 蒋介石医生有四个女人 毛泽东医生有无数个女人 蒋介石这四个女人 都是名分清楚 而且有前有后 从原配毛富美 到后来的这个终身办理宋美林 都非常清楚 那么蒋介石也非常自律 然后毛泽东那是无数的这个女人 这个他而且不断地犯重婚罪 一段婚姻没结束 又开始另一段婚姻 杨开慧还没结束 他就跟那个贺子珍结婚 贺子珍还没结束 他还跟江青结婚 说这是重婚罪 另外他这个女人方面 是染指护士啊 这个竟然演员 这个糟蹋秘书啊 迎人妻女 甚至连自己的儿媳刘松林都不放过 说这么一个就是 把人伦家常全部打乱的人 我记得那个李中武写后黑学 就说了这么一句 他当时说刘邦 他刘邦是把这个什么父子啊 君臣啊 这个夫妇啊 这个儿女啊 这种朋友五伦全部打烂 这个这个这个人一廉恥 全部扫光 实际上毛泽东就是这么一个人 毛泽东在历史上比 他就只能比刘邦 比朱元璋这种出身 那个地皮流氓 那种坏皇帝 但是我蒋介石比 他就比就是跟项羽 或者是跟那个 跟刘备这样来比 那么项羽呢 有妇人之仁 这个这个有跋山之士 有盖地之勇 但是他却是不忍心杀刘邦 这个这个后来是败了江山 那么项羽跟那个鱼姬的感情也很深 我们看到蒋介石后来跟这个宋美丽 感情非常深 我记得有两件一个 两个细节 一个细节是蒋介石兵败如山的 到台湾之后 这个这个都很忙的 但他非常镇定 宋美丽也非常镇定 但是到了阳明山 蒋介石突然要去钓鱼 周人都不理解 这个宋美丽就招呼大家不要说话 结果蒋介石就掉了一条大雨突然之间 结果大家就欢呼 就说年年有余 就台湾保住了 有余 那么宋美丽都镇定 还有一件事就是 他们年老之后 这个这个闲暇在家做什么的 宋美丽每天画画画国画 他为了镇定蒋介石 他就学 临时五十多岁才学国画 他每天画国画 蒋介石就在背后专心的看 就很多周围的世卫看了都非常感动 这种康丽情深 这种相依为命的这种循环 这在毛泽东这边是根本都看不见的 我知道王康先生好像对于 江青和宋美丽的比较 也有一些看法是吗 其实没有什么可说的 那是天壤之别 这个一个男人 尤其一个统治者 他们的夫人是什么人 当然非常的重要 我想补充的一点就是 他们的对对手 或者对部下的这个态度 那么蒋曾经给很多人 冯玉祥啊 严西山啊 张学良啊 雨中人啊 这个白虫姐啊 打个仗 完全是对手 包括张学良 拜了他大事的人 人家善终一百年二岁 毛是怎么做法 全世界都知道 刘少奇怎么死 彭德怀怎么死 都德怎么落寞 周恩来怎么无聊 邓小平怎么样等等啊 这个表达就是中国的人伦大道 夫妻朋友 父子君臣不是要做的 这个朋友关系是至关重要的 蒋晚年是完全超脱了 看一个统治者还有一点 就是他掌权之后 尤其晚年的时候 他是一个什么状态 蒋晚年完全超脱 完全释然 消息息的 就像一个乡村爷老一样 又是个老爷爷 毛就是个孤家国人 重判清理 这个判然有别 蒋和毛的人生的归宿 谈到归宿的话 那蒋实在是让毛羡慕不已 好 我想再听听高文谦先生的意见 因为我们知道知识分子 是一个国家的脊梁股 那么我想评价一下 就是说蒋介石和毛泽东 他们对于知识界 对于知识分子的态度方面 有什么样的差别 因为我觉得这个对于中国 今天的现实 其实有很大的关系 请您跟我们分析对比一下 好吗 蒋介石呢 是一个新旧知交的 这个军事强人 他一生呢 他崇拜的话呢 这个传统文化 这个他对中国知识分子 他其中最崇拜的呢 最推崇的呢 就是王阳明和这个曾国藩 他对这蒋 在当蒋介石在执政的时候 他对知识分子呢 他基本上分三种态度 第一 对研究 对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的知识分子 比如钱穆 他是珍爱 有加 把他视作是国宝 第二呢 对于的话呢 这个西化的自由派知识分子 比如说胡适呢 心里面就不是那么喜欢 那个但是呢 对他们还宽容 比喻 那么第三呢 对于这种左倾的 亲共的知识分子 譬如说史亮才 譬如说李公普文宜多 他呢 就是 采取 就并不客气了 最后采取暗杀 把他们给消灭掉 但是呢 总的来说呢 蒋介石跟毛比起来呢 蒋介石的话呢 对知识分子还是比较宽容的 他至少没有发动大规模的 这个整肃运动 而毛的话呢 对于知识分子呢 这个那就 那就不用说了 那么 那么他的话呢 实际上是仇视知识分子 敌视知识分子 他从骨子里面的话呢 他喜欢的知识分子呢 就是像郭沫若 这种马屁文人 像这个姚文元这种金棍子 那么 那么实际上把中国知识分子的 这个脊梁骨给打掉了 通过连年的政治运动 那么现在的话呢 中国知识分子中 缺少一种感言之士 承担社会责任 根子就在毛泽东 好 王康健您的看法 讲对于中国文化 是尽到最大的他的独立 虽然他是一个基督徒 但是他主要的这个 在文化方面呢 还是特征于中国的文化 我觉得有几点 一个是1934年 他就面对日本的侵略 要提振中国的民主 民主国民性 他在中国发动了这个倡导 所谓新生活运动 第二的就是抗战最艰难的时候 1939年 他通过国民党中央委员会 在全国范围内发动这个 所谓的国民精神总动员 就是要强化这个抗战的道德 要坚定建国的精神 很多具体不展开了 第三就是1949年 他在极度艰难困窮的时候 把中央博物院 把中央研究院 把故宫博物院 把中央图书馆 那些有关的这些宝贝 这些藏书 千方百计 还有一批知识分子 胡适等等 他运送到台湾去 保随了中国的国税 然后就是1966年 毛泽东在大陆发动文化大革命 他在台湾发起 中华文化复兴委员会 他自任这个委员会的委员长 会长 然后1970年 想在台湾发表一个著名的演讲 中国文化任何力量 不能毁灭中国文化 中国文化的核心就是 休息自贫 就是内生外亡 就是寄绝成亡 这个是全世界方有内的 中国文化所独有的 这种精神遗产 一言以蔽之 想对中国文化的态度 跟毛是截然相反的 好 再听听破 我想问问破空 就是我们最后 因为时间不多 我想再回到一个 大家提到蒋介石和毛泽东 一个很经常争论的一问题 就是说蒋介石和毛泽东 都是在军事才能和政治手段方面 都是高人 但最后蒋介石败给毛泽东 那么蒋介石究竟输在哪里 从军事层面来讲 你跟我们分析一下 蒋介石最后败给毛泽东 不是输在军事上 也不是输在经济上 而是输在政治上 蒋介石是懂政治的 他曾经提出三分军事 七分政治 这证明他知道政治很重要 但是毛泽东承认 毛泽东有一句话 他说过 他在政治方面 我们是蒋介石的学生 但是我们超过了他 他在政治上是什么呢 叫做 他把蒋介石那个 七分政治发挥了 叫做政治挂帅 把这个党支部建到连椅上 这个叫什么呢 党指挥枪 最后他在政治上非常成功 他把这个他的军队 控制得像铁桶一般 从上到下 而且通过延安整风 统一了内政 通过这个新式大整军 这个整合了军队 所以在这个时候 他内部没有漏洞 甚至这个国民党的间谍 要进去的非常难 那么就是不是建立 也会被这个 拨三身皮 毛泽东教主 所谓的洗澡照镜子 但蒋介石这边呢 你看北伐战争虽然成功 但蒋介石留下了个大漏洞 就他跟那个地方军阀了 这个和解 和解的结果是地方自治 那么还有农村基层自治 本来这个基层自治和地方自治 是民主和宪政的基础 但是由于面临共产党 这么一个强敌 又面临苏联和日本 这样的强大的外敌 蒋介石当时的做法 给自己留下了很大的漏洞 所以在政治上蒋介石输了 后来他内部是军纪换散 军队的腐败 还有就是这个地方上 这个军阀国具 非地系部队不听指挥 或者说这个黄埔系 跟非黄埔系之间发生矛盾 等等蒋介石在后方 出现了这个漏洞 尤其是共产党在他的后方 煽动所谓第三战线 就是知识分子 这个大学 什么左派知识分子 来组成第三件 给蒋介石后方袭扰 还有个重要一点 共产党的谍报组织 可以打进蒋介石内部 蒋介石最后 总统府七名记要秘书 六个是共产党的特务 所以在这样的一空下 你焉能不败 所以说蒋介石输 就输在政治上 对我们再看看蒋介石 毛泽东先后 都是病逝于1975年和1976年 作为主宰 这个中国现代的两个大人物 他们分别给中国 留下什么样的政治遗产 我想先听高文谦先生的意见 我觉得的话 历史是不以成败论英雄的 而历史人物的比较 是一场马拉松的长跑 毛泽东虽然在国共内战中 打败了蒋介石 但是他在历史的 比较的长河中 长跑中 他输给了蒋介石 因为蒋介石的遗产 是民主的台湾 而毛的遗产 是共产中国文革浩劫 而这些东西 是要被扫进历史垃圾队的 那么当时 我记得陈立夫 国民党元老陈立夫 活的时候 他曾经讲过这么一段话 他说 他一生经历过两次兵败如山倒 第一次是北洋军阀政府 兵败如山倒 第二次就是49年 国民政府兵败如山倒 那么他当时提出那个建言 就是如果中共 继续垄断权力 贪腐无度的话 那么也是同样的这么一个结局 我觉得陈立夫他这句话 对现在的习近平是一个忠告 好 王康健 您的看法又是什么 自己曾经写过一个对子 叫做就是 毁育生死合逐论 是非得失总相忘 他个人也许可以超脱 他毕竟已经魂归七天了 但是后人不会忘记 历史一定要会 评价这些人物 讲的遗产 我觉得不仅是台湾的 这个民主的这个现实 讲的遗产我觉得有几个重要方面 第一就是 中国有史以来 中国坚持它的国家统一 它讲的最大的功劳 北伐也好 抗战也好 就是维护中国的国家统一 这是中国文明的一个载体 一个基础 一个前提 第二就是 所谓的中华民族的现代复兴 这个复兴对中国人来说 实在太重要 现在共产党也口口声声提出来 这个所谓的民族复兴问题 国民党在抗战以来 提到最响耐的口号 就是复兴的问题 这个美国的哈佛大学的 费德基研究中心 这个叫淘寒的研究员 最近2009年出了一本书 叫蒋委员长 是为现代的中国而奋斗 这本书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著作 它扭转了 就是西方学者左派左者 多年以来的 半个多世纪以来 对蒋的污蔑和扭曲 它这根本的核心点 就是蒋是真正的 把中国影像现代化 道路的人 而不是毛泽东 另外讲 还有重要的一个遗产 讲是东西方文化的一个 正面的一个资产 一个融合的一个典型 它不断地说过 要回归中国的传统文化 坚持固有的文化 同时吸收世界先进的文化 在这点上讲是严行一致的 那么毛泽这个遗产 刚才已经说了很多了 大家都很清楚 就是那一条所谓大破坏 天下大乱 大批判 这么一个道路 毛泽一个终身的一个造反 破坏 批判 捣乱的这么一个人物 他是中国现在 现在这个复兴的最大的一个负资产 而蒋的遗产 应该说是中国最大的一个 遗产上面的一个正能量 好 破空 这个遗产最好的对照 就是蒋介石的后代 和毛泽东的后代 他们各自的这个言行 那么作为这个毛泽东的后代 这个孙子毛新鱼 他这个到处解放人就说 我的爷爷太伟大了 这个不思一般人了不起 他甚至这个 毛泽东不抗日 他说成是毛泽东 代理八路军新市军 消灭了150万日军 而总共沁华日军才100万 他说毛泽东消灭了150万 另外他又说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他的毛泽东是破坏经济为民 他又说中国应该用毛泽东的经济思想 来搞经济建设改革开放 另外他又说这个要 在大学成立毛泽东思想系 他甚至提出毛泽东的生日和祭祀 作为传统节制 跟清明节和这个所谓的 那些别的端午节的相提并论 这就是这么一个孙子 那么而蒋介石有一个真孙 叫做蒋友伯 蒋经国的孙子 那么蒋经国是怎么对待他的前人呢 首先人家在争论这个梁蒋的时候 说去讲话 他同意去讲话 他说梁蒋 他说难道没犯错吗 当然有犯错 他说这个是对台湾的一个困扰 也是对他 对他家里一个困扰 对台湾是个伤害 他赞成 另外人家说国民党有错 他当然有错 他国民党在台湾没杀人吗 当然有杀人 这是国民党的错 另外人家说要把蒋介石同乡搬走 他赞成 他说一个人为什么要在 刚死就立那么多同乡和纪念馆呢 他一个人如果在百年之后 被人立同乡纪念馆 那你是伟人 否则的话就很难经历起历史考验 还有人说把这个中正广场 改成自由广场 他也赞成 他改成自由广场很合适 他国民党本来就不应该搞中正纪念堂 然后最重要的就是什么呢 这个有人说他这个爷爷是独裁 他都赞成 他这个最后的反思就是什么 他蒋家在台湾杀过人 蒋家对台湾人民有罪 说他达到这样一个境界 说蒋友波最后是把自己做一个平民 他开创自己的公司 而那个毛星宇呢 是保送学士硕士博士 还号称历史学博士 对历史都开黄枪 而蒋友波呢 是自己啊 创造一个企业 自力更生 融入一个台湾的民主社会 这就是毛蒋两人 给两岸留下的现实遗产 我再说一句行吗 请讲 还有30秒钟的时间 高文建人请讲 这个我觉得的话呢 刚才这事实都说很多了 这个毛星宇这种表现呢 整个一个现实的活保啊 我想毛泽东如果地下有灵的话 不知道该多糟心呢 这个大概就是或许 就是中国人所说的报应吧 好 因为时间的关系呢 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 就进行到这 感谢我们的三位嘉宾 王康先生 高文谦先生 和陈伯空先生的精彩的讨论 欢迎您到美国之音 中文网站或者YouTube 观看我们的节目 并提出您的建议 我是宁心 祝您晚安 我们下星期五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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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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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